好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最近還是有一些朋友 很對這個欺煞 傷官 劫財很好奇 常常就寫一些信來問老師 老師啊 我是不是劫財 我是不是欺煞 我是不是傷官 老師啊 我怎麼辦 老師現在在這裡告訴你 怎麼辦 兩半 不然怎麼辦 你姓陳 你姓黃 你姓張就固定了 阿你能怎麼辦 你是男生你是女生 都固定了阿你能怎麼辦 你要知道自己的命 然後好好的運用自己的命 最重要是要調節自己的命 你可以掌握你的命 不要說不能掌握 懂不懂 人會胖 就是吃很多跟不運動 你不要說跟我講喝水你不會胖 我有一段時間胃口很好 就吃很多就很容易胖 有一段時間不是減肥 胃口不好 你就不會吃太多人就是會瘦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吸空氣也會胖 老師不相信這個 我覺得不相信的 好 那現在老師就講 在八字上 我所做的教育當中 很重要的一些口訣 你參考就好 任為兵器 無煞難成 殺為軍令 無任不尊 任殺兩險 威政乾坤 有沒有 你要有劫財 你要有七少 我不知道跟各位講嗎 八字 八字一千年前建構的理論 也是遵循我們中國的古書情 唯言大義 這個叫結 他有時候 命理在論述上怕很多 比如說公公婆婆對習慕不滿 他在下面寫一個認 把這個字 那有的公公婆婆 比較會讀 這什麼意思 沒有啦 比較有容易雪光 所以有時候 不要讓他進廚房 哪一年下去 容易有雪光 這是好話 懂不懂 如果說 比如說這個人 食傷強 這個女生食傷強 這是一個女私主 如果說這個女的食傷很強 食傷很強 一般來講 食傷會打官善 比較容易克服 你可以跟人家講克服嗎 你當然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人多才多藝 但是有時候生活比較坎坷 比較不要讓他進外面拋頭肉 所以命理是一計畫很重要 那剛剛這個口訣在講什麼 這個口訣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有劫財 一定要配合欺善 劫財是一把刃 你沒有欺善 沒有威勇 有沒有 那你是欺善沒有用 你每天 嚇天 嚇地 嚇死 你一個武器都沒有 說真的 我們為什麼怕軍人怕警察 除了警察有公權力 因為警察旁邊有一把槍 如果警察一樣跟我們沒有公權力 身上不能帶槍 你會怕他嗎 你會怕一個那個 那個保全人員嗎 你不怕 因為他沒有公權力 他也沒有槍 等不懂 我不是說有槍你就很嚇 不是 是他有一個威嚴 他配一把槍 然後一個無線電 一個密錄器 然後我們現在又叫一下 1616你在哪裡 中央中央 1616現在在執行勤務 你看多威風 對不對 開個警車 所以警察 不是警察很有威嚴 是警察的制服跟警察的配備 還有警察的公權力 這個才是威嚴的地方 你警察一個警察他把他們衣服脫掉 槍拿掉 公權力警察證拿掉 他回到家裡跟我們一樣 咱夫俗子一個 他有什麼厲害 三軍總司令一樣 你是陸軍司令誰命 你在軍中一聲令下 十幾萬大軍拼你的 你回到家 我跟你講 你一樣 跟我們一樣看電視 剛剛挖鼻孔 你們做什麼 都一樣 所以他跟你在講什麼 刃跟煞 一定要兩血 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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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兩血才可以歸正乾坤 第二個重點在背後 我常常講文章的背後 去看這個背後寫什麼 他在跟你講要生牆 有沒有 我們台灣很多人叫做什麼 什麼 呃 台牆 有沒有 國牆 阿宮 要生牆 如果你生牆 我跟你講 如果你生牆 如果你生牆 你帶這個劫財 又有七煞 然後隨便打一個官 我跟你講 你一定垮 他在講什麼 你只有生牆的人 你帶了一個劫財 本來劫財就是屬於生牆的一部 再帶一個七煞 可以顯出你的威風 真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你生弱的話 再加上這個七煞不好 一個人只有生牆 你才可以認差 認財 認官 認煞 那如果真的生弱 真的不能認財 認官 認煞也不見得 要看你的大運 如果你大運 始終走在強勢的運 你還是可以脫離而出 那老師啊 為什麼 老師 我生牆 可是我這輩子 也沒有賺到很多的錢 也沒有生到很好的職位 做事業也虧錢 為什麼 因為你的大運都不好 你頂多一兩名 一兩名就是打皮 我常講喔 大運流連 有的人大運不好 流連很強 也是打皮 有的人大運很老 流連不老 還是會賺喔 叫做逢凶化吉 易難成強 有的人是大運好 流連又強 啊你又走生強 我跟你講你一定賺 最怕什麼 大運差 流連差 你沒有深入 這個叫做掐指一算 必將出事 某年某夜的某一刻 你必將出事 你就跑不掉 命就這麼簡單 它是一個數據的分析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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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有沒有 為什麼我們去做生理簡單 一定要先驗血 量血壓 簡單一定要先簡單的數據給你弄出來 然後再看你平常沒有運動 飲食習慣怎麼樣 有沒有抽菸有沒有喝酒 有沒有熬夜的習慣 最近晚上老不好睡 不然要怎麼念你 這是基礎的information 它必須要結取到成功 那老師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始終都是一個參考技術 你們可以看它怎麼寫 有則改過 無則加密 八字當中可以看出因果 但是看不出你這位置的造化 有沒有 八字可以看到一些陰火的東西 你結果這個殺 不是突然間跑過來的 你為什麼天人作殺 那你為什麼有正觀又有七殺 而且正觀兩顆七殺一顆 那為什麼你要離婚兩次 第三次也幾幾顆 那為什麼年輕的時候那麼多人追你 那你隨便 隨便嫁又隨便離婚 那為什麼 因為你太早熟了 這個太早熟了 你從小裡面 就有那個亞當下落那個影 下落的基因 看到那一個蘋果 你突然間就很想吃 懂不懂 老師在這個時候 還不曉得什麼是蘋果 你已經想要去吃蘋果 這叫程度問題 我們小時候哪知道什麼是蘋果 蘋果五十幾年 你想都別想看也沒看過 人家講什麼也聽不懂 對不對 那你這個 很小時候就已經知道 蘋果你想想看 這個蘋果可以吃嗎 吃的會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天生早熟 有的人比較晚熟 那有的人他根本沒有熟 沒有熟 那我們還是要拍一下那個 那個柏拉圖的對語錄 因為柏拉圖對語錄 非常非常有智慧 柏拉圖西方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他們沒有講高深的理論 講日常的生活 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是有那麼很有味道的 一些談論 好 我們今天八卦講到這裡 聽好 劫財跟欺煞 好不好 還要看你身強身弱 當然也不要講 從強可從弱 那一回事 身強身弱 不是說我有一個劫財 我有一個欺煞 我就一定好 如果你身強 一定好 沒有問題 你有那種翻天覆地的勇氣 再加上必要的配備 只要時間給你 你一定成功 你想要選總統 你的資源夠 只要給你足夠的時間 你一定會選上總統 一樣 你想選總統 你有那個財務 劫財就是財務 你要有旁邊的資源 要有這個煞 要有資源 那如果選上是因為怎麼樣 時間太急迫了嗎 如果你今年45歲了 40歲 你想選總統可以啊 4年一次機會 你不斷地磨練自己 44歲沒有中 48歲沒有中 52歲一定中 就怕時間太急迫 你的大運 流連不能配合 那我就沒辦法 選總統 大家有機會 不一定你就可以當總統 為什麼 看誰的流連 看誰的大運 還有看誰的八字主文 這種大衛不以自取 大衛 這麼大的位置 用這種小小的摩略沒辦法 大衛一定要順應天命 應呼人心 天命要順 人心要從 什麼叫天不從 天不從人願 人家都不希望你當選 你怎麼會當選 有沒有 巧詐不如卓成 大衛一定不以自取 你不要耍你那個小小的權貌 拿不到 所以今天在講 刀 這個刃 跟煞 一定要兩險 身強的時候再兩險 你畢竟成為一方之霸 一方之劫 就像大陸的彭德華 彭大將軍 還有大陸的林彪 林顏帥 你看那個毛澤東怎麼推崇 彭德華的 毛主義怎麼推崇他 誰能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第一個戰將 戰將 你看他打案戰怎麼打 他在跟國民黨對峙的時候 他怎麼打 彭德華 彭先生 彭將軍 你看林彪 他在中印邊境 1962年 他如何誘敵深入 誘敵深入 讓印度的軍隊進入中國 中國的國境70公里 然後整個把他殲滅掉 非常有名的殲滅戰 去看看那段例子 1962年 中印邊境那個戰爭 你打的實在有這麼漂亮 那一戰打完以後 你看幾十年沒有戰爭 1962到現在 中印邊境 一波對峙啊 沒有戰爭啊 你看 一戰定前坤啊 任殺一定要兩險 兩險不是只有你 還有客觀條件要配合 你要那些資源 後勤 補給 還有上頭對你的信任 如果上頭對你不信任 還有你的補給線有問題 沒有用 沒有用 你重視人才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人要感恩 你的人沒有這麼厲害 要各方面 到天地降往 五方面來配合 你才可以功成名就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一樣 有興趣 訂閱一下老師視頻 拜拜 See you